哈囉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阿宅新聞網 我是銀秀 給我五分鐘給你網路全世界 到底在台灣有什麼樣 有刺激又好玩的 有趣的方式 能夠在台灣玩得盡興呢 我們今天非常高興 請到了資深導遊玲瓏 玲大哥來到現場 玲大哥你好 嗨 鄉親父老 大家晚安 大家好 非常有精神 不過其實玲大哥你知道嗎 最近網路上好多人都在討論 一種非常新的在台灣一種玩法 而且很刺激 而且聽說您也玩過 其實我也玩過 我以前主持旅遊節目的時候也玩過 來看 這是您帶來的照片對不對 這是什麼 壽溪 壽溪 是 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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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 是 壽溪跟一般人提到台灣的一些河川 都會想到泛舟 那壽溪跟泛舟到底差別在哪裡 一個是坐在船上讓它一直漂流 一個是你一定要兩條腿下去走 這一張照片拍起來很瀟灑對不對 對 妳知道那壽溪走黃金峽谷 來回要五個小時 這是苦中做了擺出來的姿勢 你知道嗎 很辛苦 是 所以這下一秒就軟倒了嗎 對 妳有沒有喝過真正的山淺煮出來的咖啡 刻骨銘心的甜美 就是在壽溪的過程當中喝到的嗎 對 教練會泡 看起來這個很酷 不過其實聽說整個過程相當的辛苦 因為我也實際下水玩過 那個水流是直接衝過來 然後妳要徒步 就像林大哥剛剛講的 一步一步走過去跟那個河水 吸水來抗衡 這個是妳的朋友嗎 這個是山淺南溪 山淺南溪它的部分比較平坦 它這個軸很辛苦地走上去之後 接下來教練會講 好 每一個人躺下去就像水流氏一樣 拉好之後 它就自動一直跟你漂流著走 這一個地方是在我們 這裡也是山淺南溪 他教練搭著繩子 大家一起到這邊 先體驗一個最迷你的跳水 所以這些人是跳下來 然後用這個繩子 那這又是幹嘛 往後漂浮嗎 對 然後這個教練 在最前面那個地方拉 然後大家就開始搖搖 因為那時候是冬天 冬天大概會冷對不對 像是他們穿的前身都是黃寒衣 先把水灌進去之後 接下來就開始暖和了 人家就開始走 所以林大哥 你覺得整個碩溪的活動 最有趣這一次 跳水 怎麼說 要不然你再弄照片看看 是 像這個 這個是跳下來嗎 這個是剛剛 你退回去剛剛那一張 是 它還在下面的時候 因為這個是藍沙霸 它會叫每一個人坐在那個地方 然後不通跳下來嗎 一開始的時候是 好 大家都還在這邊很冷的時候 好 給對方呼吸 就開始撥撥之後 大家坐在下面 你知道死霸這樣衝下來 接下來開始就走到上面 人家下一張 舒服對不對 好 就開始慢慢的走上去 真正的開始塑膚了 然後塑到了 在接下來 你看我們的後面那個 有一個動態的地方有沒有 是 後面那個影片的地方 就是開始在從那邊跳 開始跳下來了 這個 這個 我到目前為止 這個大概是我們看起來 很短對不對 但是相當於兩層樓高 這有兩層樓高 有兩層樓高 然後大初就從這邊這樣跳下來 你在這邊看沒什麼 但是你在上面看了 那種心理障礙 我到目前可言觀而不可洩萬一 還不敢上去挑戰 但這是不是也就是塑膚 刺激的地方 其實整個塑膚的過程當中 大概要花幾個小時 如果我想要去塑膚 我要做什麼準備要 至少半天 你不用什麼準備 只要大概是會走路 會走路像我們山山南溪 那個小孩子 大概四五歲而已 但是他不下去 小孩媽媽就不能下去 然後就有那個女教練 臉紅帶片 這樣子 但是給他下去 稍微玩到水 十分鐘之後 他不理媽媽了 黏著那個女教練 然後加在外玩水 這樣一趟路這樣玩下來 他已經克服了那個心理障礙 非常棒的父外教育 了解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林大哥 跟我們分享這麼刺激 這麼有趣 台灣最在地的玩法塑膚 感謝您收看這一集的阿宅新聞網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也歡迎上銀秀的臉書來留言 下回見囉 掰掰